大家看過這種教具嗎? 哇!好厲害喔!這個歷史好久遠了耶! 上面沒有標示牌說是多久以前的 但是哇!天啊!老實說我真的沒看過耶! 我在這邊二十多年了,要不是我們之前實驗室整理 然後現在我要離開學校了,把這些東西再回顧一下 我也還真不知道我們實驗室裡面竟然有這種教具耶! 好厲害喔!來我們一個一個來仔細看一下喔! 那最右邊這個的話呢,它是在講根的部分 這個的話呢是在講根,然後呢這個講的叫做根的變態 或者叫做根的特化,那我們可以看到最左下角這一個的話呢 這個是胡蘿蔔,那它是軸根,或者我們叫除藏根 然後接下來這個的話呢是竹子,它是須根 然後接下來的話,這個其實老實說它做這樣我不認得喔! 不過這個它是說這個叫攀原根,也就是說呢 有一些它會幫忙攀附在別的東西上面 那另外的話呢,還可以再看到這一邊 很有趣喔!這有一個封在這個瓶子裡面的 那所以剛剛這一些的話呢,有一些看起來好像是真的 例如說竹子,對不對?我們說它這個須根 這看起來好像是真的把它弄上去的 那但是呢這個胡蘿蔔看起來又像是假的做的 那但是這個的話是水生根,它說是浮瓶 結果這個浮瓶的話呢,這好像是真的有浮瓶 然後封在這個玻璃瓶裡面 那當然已經經過好幾十年了,水少了 可是竟然還有,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厲害耶! 它好像半針半甲,一針一甲耶!真的非常厲害喔! 然後接下來這一邊的話呢,我們就看到這個是不定根 這個不定根其實只要不是從種子的胚根發育來的 就叫做不定根啦!然後另外的話呢,這邊還有榕樹的氣生根 那這個榕樹的氣生根,我又覺得好像是真的簡易結來這裡黏著 所以好厲害喔!以前還會做這一種教具耶!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再看到這一邊 那這個是花冠的類型,也就是各種花瓣的類型 那一片一片一片,一半一半的叫做花瓣 一整個的話就叫做花冠 然後呢,它這個就有做了各種不同的花的類型 那這個的話還是剛剛那一句話 這一針一甲耶!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 不過放了這麼多年,還這麼完好的樣子喔! 應該不許是假的,或者是什麼方法處理過吧! 所以真的好厲害喔!放這麼久了! 然後呢,我們慢慢放大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怕它會反光! 所以有沒有發現,它這個有分非常多種 有沒有!橙威型花冠 然後另外的話呢,這邊還有中型花冠 然後另外的話呢,哇!這個好長!對不對! 這個好長一個!然後這個有碟型花冠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是露斗型花冠 是上面的這一個!然後接下來的話呢,這邊有這個十字花冠 所以呢,哇!好厲害喔!這個純形花冠 所以呢,過去的話竟然還會做這一種教具 真的是非常厲害!然後接下來這個的話 應該是指這個長的喔!這個是蛇狀花 應該是那個菊花的一朵花!因為我們平常看的菊花是個花絮 是一大堆的花啦!好!不過沒關係,我這段不是要跟大家講生物學 我只是要給大家看這一些!哇!這個是標本也是教具的!實在是好厲害! 來!接下來我們這邊看的這個是金!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是金的特化! 所以它放了各種不同的金的特化!然後呢,還是那句話! 有些是真的,有些好像是假的!但不知道怎麼處理的!好厲害喔! 所以它有這個仙人掌啊!他說這個是葉狀金!然後呢,馬鈴薯的快金! 然後還有真金!然後還有球金!然後還有靈金!然後還有捲須金!然後還有捲須金!然後還有捲須金! 然後另外的話呢,還有根金!所以很厲害喔!以前的話竟然會做 這樣子的教具來輔助學習來展示!那更厲害的是我們就要竟然有! 呵呵!實在是太厲害了!好!所以這也是我剛剛說的!好像有部分是真的! 有部分是假的!真是太讚了!所以以前會有這些教具真的好厲害喔!而且好漂亮喔! 來!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是!每一盒!這三盒裡面都有!都有一個小標籤!那其他的位置呢!我拍了會反光! 所以我來拍這一個!來喔!看看有沒有人認得!你看!這邊寫!這個是根的變態!有看見嗎?有看見嗎? 夏元魚志耶!哇!還有人記得夏元魚嗎?老蓋仙耶!哇!好厲害喔! 小時候!喔!小時候常常!我覺得他應該是很早期的一代!那種科學人文歷史!然後會講故事的名準! 對啊!他的綽號!我不是亂罵他是!他的綽號我記得叫老蓋仙! 我不知道還有人記得嗎?嘿!我們學校竟然有夏元魚做的標本耶!或者是說做的模型耶!這個是標本也是模型啊!哇!好棒喔!好厲害喔! 對啊!